说到的是大陆有两艘海警船带走了澎湖的一个渔船 其中的船上是有五个人 我们首先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一艘澎湖渔船叫做大静满88号 2号晚上8点钟就传出他们在金门外海进行作业 遭到两艘中国大陆海警船强行登节 这个台湾方面的说法强行登节 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呢 把船只带回到了大陆的围头港 已知船上是共有五人 有两名呢是台湾人 三名呢是印尼籍的 根据金门渔业相关人士的透露 现在是大陆的浮渔季 大静满号应该是越界去捕鱼了 才会被带走 金门地方人士有表示说 本来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以为是金门的渔船被带走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金门事件 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结果 但是哪知道这个是澎湖的事情 金门的渔民都知道 近期两岸关系敏感 都乖乖的呆在自己的水域 也都不敢越界 目前台湾方面的消息 就是说当时金门外海 是有八艘中国海警船 游业其中的澎湖船呢 是不在台湾所谓的 禁限制水域范围之内 脱离了台湾的雷达范围 然后他们提到的中国 中国大陆的海警是危险啊 不知道危险悄悄来临 以上就是新闻事实 我想带给大家带给邱一 我想请邱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 管碧玲在我记得在2月份还是3月份 她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台湾船遇到中国海警登检 不必停留 立即通知我们海委会 我们会迟援 现在这个赖兴德上来 一次三个新两国论出来之后 大陆海警真的就开始执法了 这只是一个起手势吗 未来的出手我们该如何去观察 这个事件发生在昨天的晚上 他其实真的像三妹说的 他就只是一个起手势 未来还有后续的发展 所以这是个热腾腾的新闻 也是一个必须要大家 要高度关注的新闻 我先讲这一个海域是什么海域 这个海域在金门的外海 它本来就是长年以来 就是小管等鱼产品的盛产区 所以过去大陆的鱼船 金门的鱼船 澎湖的鱼船都到这个海域 来捕捞小管 可是呢 三妹刚才也说了 两岸现在的情势非常的紧张 加上214 2月14号 那时候发生的台湾海巡单位的 海巡舰鲸艇 恶意的去冲撞 大陆的渔船 到现在为止 两位大陆渔民的尸体 还滞留在金门 没有办法落叶归根 返回故土 而在渔波荡漾之下 台湾的媒体没有报道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让大家了解 6月26号 也就是不久前 一个星期前 台湾的海巡单位的舰铁 在这个海域 也抓了一艘大陆的渔船 到现在为止 扣船扣人也没有还给大陆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你来我往的动作 台湾的海巡单位如此严厉执法 那当然大陆的海警船 它不能撤棄 而现在正好就是 大陆的渔政单位 所宣布的禁渔旗 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 是禁止大陆的渔船 到这个海域来捕鱼的 即使是捕捞小管都不可以的 所以大陆的渔民是乖乖的 没有到这个海域来 而金门离这里很近 金门的渔船也知道 不能够越雷池一步 所以也不敢去 金门的渔会还三生五命 告诉他旗下的渔船 绝对不能去 发生的问题 事情就大调了 所以大陆渔船不敢来 金门的渔船不敢来 又是小管的盛采季 那澎湖的渔船想 那有机会来了 因为这个海域有那么多的小管 是珍贵的渔产品 大陆渔船不能来捕捞 金门的渔船也不能来捕捞 那我澎湖渔船可以去吧 所以有几十艘澎湖的渔船 浩浩荡荡就往这个海域 而这个海域离大陆最近的陆地 是11.5海里 也就是说 它绝对在大陆所谓的临海范围之内 所以就越界 而且这个海域不在金门 自己片面划定的禁止限制水域之内 所以不管怎么说 澎湖的渔船到这个地方来 其实一则不尊重金门的渔船 二则它真的是越界了 而且行径很嚣张 它不是只有今天来 过去的几天 过去的一两周它都来 再加上台湾的海巡单位 对大陆的渔船一点都不客气 一旦稍微的觉得你越界了 对大陆的渔船就是追赶 就是扣船扣人 所以大陆的海警船 当然就投桃报李了 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而为什么最后 有几十艘的澎湖的渔船 在那个海域 为什么只抓了这一艘 因为这一艘的澎湖渔船 是带头冲进去的 它里面的一个重信的船长 在大陆海警的眼中 他叫雷范 甚至现在还有个船员 甚至除了捕捞小关以外 还有所谓的违禁品交易的问题 现在我不能认定 目前还正在查 我们等待官方最后的说法 所以在昨天的晚上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桩 不幸的事情 而当大陆的海警船 两艘海警船包夹了这一艘 台湾的澎湖渔船 登船检查拍照存证 这时候船上的红线船长 也赶快以海上变化 就联络了台湾的海巡单位 台湾的海巡单位也派了 三艘的巡逻艇到现场 可是他到了以后发现 大陆的海警船的盾位 比他大了很多 所以他根本不是大陆的 海警船的对手 而大陆海警船 都是海军退下来的 海军的舰船改装了 军舰了 他的钢板要比台湾的 海巡舰艇要厚太多了 撞撞不过人 发射高压水炮也打不过人 所以到现场就是虚应故事 表演一下 代表他们有来 但是最后大陆的海警船 还是把这一艘越界违法的 而且颇为嚣张的台湾的 澎湖渔船 还是把它给扣了 然后押回泉州的围头港 进行尽一步的调查 这大概是事情发生的 真真正正的始末 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呢 责任在哪里呢 我先讲台湾海巡单位的责任 台湾海巡单位 当然知道大陆的渔政单位 已经宣布了 5月1号开始 这个海域叫做禁渔季 就是禁渔季不能有渔船 进到这个海域捕鱼的 那你这时候 你还不通知澎湖的渔会 要澎湖的渔会 约束旗下的渔船 不能去 人家进门就知道约束啊 你为什么澎湖不知道约束呢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到了现场除了激化 两岸的海警船海巡船的对峙以外 你真的能保护台湾的渔船吗 而台湾的渔船基本上 你真的是违法在前 越界在前 你怪不得人啊 你过去台湾的海巡船 也是如此的扣押对待大陆的 大陆的相关的渔船啊 好事后台湾的海巡单位 就是管碧林主导的海巡单位 又在胡说八道推卸责任 说法差不多 尤其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 更是把这个事件描述成 说是大陆恶劣啦 态度蛮横啦 那么对待台湾的渔船 一点都不荣情啦 又是用这个方法来攻击大陆 来制造台湾岛内 不明就里的民众 产生仇宗恨宗的民粹 同时也修理一下国民党 说国民党无能 国民党落落 国民党跪着向大陆求情 倒是要换得了这个结果 但是说实话 真的无能落落 还挑逝的 就是他赖清德的民进党嘛 你赖清德520上来之后 不是一直挑衅吗 两岸的关系才如此寻仓嘛 大陆其实过去面对台湾越界 违法的渔船是非常宽容的 这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都 就是广播叫你离开就算了 但是现在两岸关系如此紧张 你赖清德口口声声 是要搞台独 口口声声要大陆叫声 大陆怎么可能对你客气呢 所以一切的事情 都是赖清德民进党当局 说惹的祸 就行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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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